今天開始就是元旦假期了 整體來說天氣是北東偏涼 中南部的溫差比較大 來看到溫度的分布 可以看到顏色比較深的 像是北部跟東部地區 今天晚上的時候 跨年夜的低溫可能會下灘13度 所以出門跨年一定要記得 做好保暖囉 至於想要迎接2022的第一道曙光嗎 以氣象律的預估來看 在這個桃園以南的地區 比較能夠看到陽光露臉 而且雲量比較少 所以是比較有機會的 再來看到這個曙光出現的地方 離島最早的是6點32分 在台東的蘭嶼 那麼本島的方面是6點35分 在屏東恆春的龍坑這個地方 另外小丁靈要提醒您 跨年夜到元旦的清晨 是這波冷空氣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所以想要迎曙光的話 桃園以南比較有機會 整個元旦假期是東部會有短暫雨 但是西部白天 還是看得到陽光露臉的 接下來帶您看到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 台北跟新北 今天的高溫是18度 桃竹苗今天是晴石多雲 低溫是13到14度 中部地區台中彰化跟南投 天氣晴朗穩定 高溫22度 雲林嘉義台南 今天的氣溫是13到22度 高雄跟屏東 今天的高溫可以來到25度 來看到東部地區宜蘭 今天的降雨機率有80% 而在離島的部分 馬祖是多雲 金門跟澎湖高溫有19度 先讓小鈎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